去年新組織建生態工作室和福祉金 在人口起見發生的行政經濟稍事件 第二天 日程本營盤營三年八十年 再有討論第二次福祉金 全年由載國會口照射 民間同體出負責告主婦 經過的建立翻山改善工作經濟圖 為基統少年改善資來把握 去年新組織由於在生態洋出的行程 新潛好傷的本營盤 在生態洋出負責告主婦 因此生態的議論 既然沒有外國發生 也少被騙 使得這兩桶原本的建立公司 一刻一桶工作擁設董道中 董道五三年經營 控制法律有不足的素材 這因此會受到安全有問題 當你發現到他只有五人為上限 然後沒有固定場所的時候 他有可能就是在規避教育處的 教育部的母法 這個短期補習班的設立跟 這個準則 他並沒有辦法去立案 那我們就發現到說原來這是一個無法可管的灰色地帶 教育團體說出雙柔道二十四季究竟進入 會要求潛逃入經營會拿出兩名證 不過不可以法理強制幾天 希望槍樹行政調查 還不可以留下紀錄 當然體育開始出雙某 不懂得用的信心 韓國會送回聲音的經營 行政調查的人他在司法上是沒有記錄的 在刑法上是沒有記錄的 也就今天良民證他可能拿得到喔 因為良民證處理的是司法系統 處理的是刑法系統 針對醫生的工作制度 教育團體和教育副副醫 應該比照由於教育法 家中做的要求信任 會拿出良民證 包括學歐主建立醫生的工作制度 不過接觸是遷害醫生的健力經營 流通入結 教育團體認為做醫生上官工作經營 會先接觸醫生安全訓練口場 內確保具有基本能力討論 會保護醫生安全 下個新聞是10記者 蔡菲瑩 臨近郵台北報道